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 另一類可以幫大家退休產省被動收入的工具 之前說過政府的年金 還有保證性 不過它的不好處是鎖定你的錢 另外就是高息股票的ETF 透過派息 如果是亞洲地區分散性風險 也希望能做到資本增值 今天有幾隻派很低息增長型的ETF 例如其中一隻QAQ 可能會派在德國不足1厘 而如果美股上市的ETF 我假設派1厘 實收有股息稅30%是0.7 這些增長型 或者純粹股票的ETF 如何幫助我們做被動收入呢 我也想帶出一個道理 其實可能這幾年 如果香港的朋友買一些傳統的收息股 例如煤氣、中電港燈、電能 或者收租股像領展、新鴻基 其實是有股息可以收到 但如果我們看看股價表現 是一殼眼淚的 例如領展、地鐵等等 雖然收到息 但其實實際上我們騙自己 可能收到6厘息 但其實每年的回報是-20% 只不過我們有個希望 將來會升上去 甚至會有升值 就叫財息兼收 但很多時候的情況 都是事與願為的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在頻道 都是建議大家 就算買高息股 也會買ETF就算了 分散這麼多隻 不會一鑊熟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看看 就算一些派很低息 或者不派息的ETF 我們希望都可以透過 以往的表現 或者長遠的表現 達到增值 我們在落戶五線譜 也有一個篩選方法 選擇一些ETF 或者股票市場 向上軌道 即那五條線是向上 我們先透過這樣去選擇 其實這過往十年 或者十幾二十年 其中一個最成熟 得利又穩定爭取的市場 就是美國 所以我們今天會看 三隻ETF 第一隻就是最高風險 就是這個QAQ 就是納斯特克100指數 其實是1999年成立至今 10月份 也有二十幾三十年的歷史 二十幾年的歷史 二十五年的歷史 它過往表現 是相當標榮的 過去一年 三年 五年 每年的複式回報率 是超過10%的 十年是超過18% 1999年至今 都會有接近10% 如果我們看看 每個年度的表現 從1999年開始 1999年立刻 整個科網股 告訴我 年跌三年 很恐怖 跌了七八成八九成 這就是比較高風險 但自此之後 我們看到 它是升的時間 是多於跌的時間 我們就這樣看 過往十年時間 十年入面 跌的年限只有兩年 即是表示 科網股的盈利 是越來越成熟 以及科技股的經濟 作用 發揮是越來越大 我想大家都會了解 未來有AI等等 半導體 人工智能等等 都是未來的大趨勢 所以這些 例如蘋果 Microsoft NVIDIA 就是QQ主要的成分股 所以 例如 過往 平均我們看到 它都有超過10%的回報 而且 跌的時間 都比升的時間 是少的 那麼我們的策略是怎樣呢 例如 我們假設 我們有筆錢 例如100萬 有兩個模式 一個就是 總之 我們投資了一年之後 我自己定一個 每年在裡面 拿多少個百分比 自己定 例如我自己 可能會選4% 即100萬 總之過一年之後 我就在下年的年頭 就會拿入面的錢 100萬 例如它上升到 8-2萬 我就拿4% 可能跌到80萬 我也是拿4% 即是說 升市的時候 我就拿多些 跌市的時候 我就拿少些 就用少些 這個就是 這個情況 就是說 我們也有 假設有其他收入 去 打底 這個就是 可以幫助到 我們 被動收入 比較浮動 這是第一個模式 第二個模式 就是 我不管了 總之100萬 我每年一定是 拿4厘出來 100萬的4厘 就是拿40萬出來 總之 100萬 對 40萬 總之 100萬 對不起 40萬 就爽了 100萬 就拿4萬 總之 我自己定日子 也建議大家 可能是定年頭 通常市場比較好 年頭 1月1日 我就拿4萬 不論它升跌也好 例如100萬 升到 200萬 我都是拿4萬 我不管了 總之我確保 我每年 拿4萬 即是 升得多也好 就拿4萬 升得少也好 就拿4萬 這個模式 就是我們確保 我們預計 它的回報應該每年有10% 我拿4萬 剩下6%或以上 它就可以繼續穩存 就確保它的將來 當然 是不是一定要長責 我們每年可以用五線譜去看看 但是 一般來說 我們都首先選擇了一些有潛力的市場 但是 王Sir 不是 科技股好像很高風險 只是買單一行業 會不會 比較風險高 我就再介紹另一隻 就是這個 SPY或者VOO 即是標準普2500指數 不只是買科技股 而是美國500間最大的公司 都是科技股 Microsoft NVIDIA Apple 但裡面也有些 巴棍 股神旗艦 EL LA Lily 就是藥廠等等 大家看看 都會多些其他行業 金融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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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 工業 能源 公用等等 地產 雖然都是科技佔大多數 但是有七成以外就不是 這樣就比較分散 還有500間大公司 剛才 納斯達克 只有100間 這個就會 幫到大家分散 當然它的回報 沒有納斯達克那些那麼厲害 剛才我們看到 10年 NASDAQ 是升了18% 18% 18% 19% 這個 標普500 它是溫和一點的 它是升12% 但是都 相當之不錯 它都是五年 十年 三年 三年 跌了少許 一年 其實都要靠近 10% 或是流上 我們看看 過往 10年的表現 跟剛才 納斯達克一樣 10年都是跌了兩年 但是跌幅就小一點 當然升幅就差一點 而且 如果我們看看 2000年科網股爆發 它就沒有科技股跌得那麼金 但是它1999年之前 都是連升了很多年 我們看到 那幾年 就跌得更金 但是就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科技股那麼誇張 所以這個 SPY 或者VOO 就是一個比較穩定的選擇 好了 有些朋友說 我只買美國 都是高風險 那我們怎麼搞呢 不如買一隻環球 有一隻叫ACWI 我之前也介紹過 就是環球股票指數 它都是買Microsoft 那些 那些真是全球最大 但是它的好處 它有六成賣美國 四成以外 都有賣日本 英國其他國家的公司 就會再分散一點 如果再分散一點 那當然 回報 又保守一點點 我們看看 三年 三年回報比較差 因為始終美國 都是比較強勁 但是我拉長一點 五年 十年 表現 其實都是 挨近10% 你當它是 8-9% SPY 即是美股 10-12% 都是溫和一點 跌了一點 跌了一點 都是一個比較 即它起碼不會 很少說 連續跌四五年 如果近年來講 當年當然也試過 2000年的時候 但是 我們的組合 我們已經做了年金 假設有些債券 另外有高息股票的ETF 我覺得 例如我們放二十 即是四分之一 或者五分之一的資產 做這些 亦都相當不錯 而且 都是比較分散 而且它有一個 增值潛力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好些 因為將來一些 所謂的高息股 都是比較 舊經濟 它是否真的配合到 將來這個世界的發展 這個也有少少疑問 我自己覺得 所以一些大型的 增長的公司 都是比較 配合到這個世界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 這是其中一個 我們可以在 退休組合 作為一個 被動收入的安排 我剛才說過 要麼你定過百分比 例如是4% 就按價值上落 即是說它升得更厲害 好像NASDAQ 可能五年都升了一倍 幾兩倍 你可能 原本一百萬四個百分比 是四萬每年 如果升了一倍 你可以下八萬 但可能它也有機會 有些調整 二十幾三十個百分比 或者股災更厲害 可能三四十個百分比 這個你就要承受 那個被動收入的上落 另一種就是 我每年一定是 得到這麼多錢 當然就是說 例如好像 到時升了 你就自己每年調整一下 或者你可以按 你當通脹 可能 我現在就拿四萬 我下年就拿四萬一 這個你就自己定了 你可能 一定不會超過某個百分比 例如我估計 它每年是8%回報 盡量都可能 不會超過五個百分比 裡面拿的錢 等它有機會 持續滾傳 但還是建議大家 不要單一做這個模式 都可以配合 剛才我所說的 其他 就是年金 高息的ETF 分散時營 不要只買一個地區 債券的ETF 或者債券 或者定期 都是一些 可以配合的模式 這個部分就比較高風險 好 今天的分享到這裏 希望這個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請大家subscribe like share 和comment 多謝各位